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将继续的去给大家讲解模板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去了解模板的包含和继承 那在前面的课程里面给大家去介绍到了模板的标签 还有一些过滤器 那除了前面所介绍到的一些内容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标签 这些标签的话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标签 它是给我们去解决了模板公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去开发一个网站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公用的一些网页的模块 比如说打开一个网页 打开一个网页 那像这个麦子学院的这个头部 还有呢,它下面的这个尾部 这样的一些模块的话呢 它是在每个页面都有的 我们可以换到其他的页面 你看到它其实也有头部 也有尾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这些公用的模块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包含和继承的相应的标签 去达到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目的 这样的话可以去减少容易代码的一个作用 OK,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包含和继承的相关的标签 和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那包含的标签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include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话 它可以允许我们在使用模板的时候呢 包含其他的模板的内容 那具体的使用方法的话 我们include的参数 它既可以是模板的名称 或者是模板的一个路径 也可以是一个模板的变量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使用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table,对吧 只有一个模板 好,只有一个模板 那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子模板 比如说这个模板呢 假设叫做sub 好,这模板呢 这是一个公共的模板 模板 比如说可以使用 include 去包含 OK 那这样的一个模板的话 这是这样的一个模板 里面只有一句话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 这个模板里面 去把这个子模板 去做一个包含 把一个公共的模板 包含进来 OK,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继续的去使用 那比如说我把它包含在这后面 那它就可以去使用到 把子模板呢 把这个公共的模板呢 引入进来 好,引入进来 那引入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在table里面去引入了这个sub的模板 那我们再打开网页去看一下 好,那在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那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有帮我们把另外的一个模板呢 include进来包含进来 所以它会显示到这里 对不对 显示到这里 那在注意的时候呢 我们在包含的时候啊 它是把整个的这个被包含的那个模板的所有代码 全部包含进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模板里面包含进来之后 它也有htm的标签 也有body的标签 对不对 好,所以一般我们在使用这个include去包含一个子模板的时候 那一般来说我们不需要再去写这个htm和body的这样的一些标签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你要包含具体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就写直接写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这些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不写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p标签分段的标签 那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我可以给它去添加一个颜色 背景色 比如说是这个颜色 好,这样的话 那它的这个原代码 它就只会包含 那这个htm代码进来了 对不对 好,同样在网页上面呢 也呈现出来了 OK 好,当然这是 这是include的直接去导入模板名字 就是如果是我们在模板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路径 比如说这个 我这个模板呢 如果是放到了AA的这个目录下面 对吧 好,模板是在这下面 那我在这个地方去导入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按模板的这个路径去进行导入 那我在这个地方哈 它自动的话 帮我都已经做了一个变更了 对不对 好 我也可以这样子一个相对路径的方式去导入我的模板 好,同样的话呢 是一样的效果 好,同样的话是一个一样的效果 好,我们还可以呢 去使用模板变量 好,还可以使用模板变量 Timeless 这个include 它也可以使用一个模板变量 模板变量的这种使用的场合呢 比较少一点 大家呢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文档里面 也有相应的一个介绍哈 可以打开 好,在课件里面打开这个 include 好,include 跑到哪里去了 好,稍微等一下 有一点慢 好,在这里 好,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模板变量 一个模板变量 那具体的这个模板变量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去给它 可以通过这个template去创建一个模板变量 比如我可以在 好,可以在这里呢 去创建一个模板变量 好,template 对吧 那我这个 再去 声明一个变量是y69 这个y69的话呢 是一个模板的变量 这个模板的变量的话呢 里面具体的值 我可以具体的去写上一段html的标签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写上一个超连接的html的代码 好 好,我们写上这样的一个代码 那这样写上之后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模板变量 它里面会包含我们所写的这个html的代码 那这个y69的话呢 我就可以应用到这个include的这个标签后面 作为参数传递给它 那这样的话它也能够把这个模板变量去显示出来 做一些处理 好,可以看一下 好,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写的那一段html代码 是不是就已经转化过来了 对吧 包含进来了 OK 好,这也是一个技巧 这也是一个技巧 那在我们这个文档当中 官方的这个文档当中 它还有说到什么呢 还有说到我们的这个include的标签 它其实还支持去传递变量 是在哪里 找到这个include 除了去支持模板变量之外 还可以去支持呢 我们可以去在包含的时候呢 同时给它传一个变量 到子模板里面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使用这个with 就可以把这个变量传递过去 好 那比如说我还是这个子模板 这个sub的子模板 那假设我要传递一个变量 好,with 那这个变量的话呢 假设叫hello 直的话呢是hello jango 好 我这样的话就传递了一个hello的变量 那我在子模板里面呢 可以去使用它传递的这个变量 好 把这个变量呢 加到这里 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变量 hello 引入进来 好 同样我去刷新页面 OK 那你会看到我刚才通过with 去传递的这个变量是不是就已经传到了这个网页里面 OK 好 这是include include include的话呢 它的语法 人家来说算是比较好理解 比较简单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继承 继承 继承的话呢 继承的话呢 它也是为了去解决我们的一些公有的模块 公有的模块 然后呢 去减少这个代码的冗余 所谓的继承的话呢 它就是指的去构造一个基础的框架模板 然后子模板呢 去继承我们的这个副模板 然后对副模板当中所定义的公用部分和代码 进行一个重绽 就是进行一个重 把里面的东西呢 重新写一遍 好 覆盖掉 OK 那使用到的两个标签 一个是block 还有一个呢 是ictens block的话呢 是去定义块 这个所谓的块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去定义的公用部分 公用部分 然后ictens呢 就是去继承 继承 好 这个的话呢 在官方的话也有相应的例子 相应的例子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了连接 大家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 这个block block的话呢 它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然后具体的这个介绍 具体的介绍呢 是在模板的继承的章节里面 有详细的讲解 我们可以点过去看 点过去看 好 点过去看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他这个地方就官方给了例子 对 那比如说这是一个附模板 这是一个附模板 那这个附模板的话呢 我们在 这个附模板里面去定义了很多的这样的block 那这些block的话呢 就是属于我在子模板当中可能会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些块 好 这样的一些块 我定义了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定义了三个这个block 对吧 三个block 三个块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这个滑动 滑动条 好 还有一个呢 是content 对吧 好 这是 我们的这个模板 好 我把它拷贝过来 直接就拷贝了 好 复制 复制过来了之后的话呢 好 这个模板的名字啊 给它取一个 假设叫做bass 好 这个这个模板 对吧 定义了三个block 这三个block的话呢 在负 在子模板当中是可以去继承之后 对这三个块去进行重写的啊 进行重写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子模板 子模板的话呢 去继承了我们刚才的这个附模板 就是从bass当中去继承了 继承了之后呢 再把几个block呢 做了重新的定义 那这个地方重新定义的话呢 附模板是定义了三个block 对吧 但是在子模板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的去 比如说要去重写哪个block 比如说我要重写title和content 那我就只是去重写这两个就可以 而这个sidebar 好 这个sidebar的话呢 好 我就不去重写它 对吧 OK 那比如说 那我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去继承 做一个处理 做一个处理 重新的去继承它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这个子模板呢 是叫做A 好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extens呢 去继承我们的复模板 注意这个extens要写在最前面 要写在最前面 然后这里面呢 去覆盖 我们 附模板当中所定义的这些块 好 这些块 必须是要附模板当中所定义的块 你才能在指模板当中去覆盖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呢 叫我的第一个 直网页 对吧 好 它的这个title 好 然后content 这里面的content的内容的话呢 就可以随便写 对不对 这个block里面的内容 好 它的例子的话是去循环了一个列表出来 那我这个地方呢 把它再简化一下 好 我的这个叫呢 我的第一个直网页 我的第一个直网页的内容页 好 好 我这样写了之后 这样写了之后 注意在我的这个 注意在我的这个指模板里面 它其实没有定义像 这个body 或者是htm的这些标签 只是去写了两个block 对 两个block 好 然后我在我的vue里面呢 改一改 我现在呢 好 我去渲染我的a.htm 我把a.htm来写 好 显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模板 是不是包含了 副模板当中的这些内容 刷新一下 好 你会看到我的这个指模板 好 指模板 那 它现在显示的一个结果的话 首先 title title变成了我的第一个直网页 然后内容呢 变成了我的第一个直网页的内容页 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多了一个什么 还多了一个导航啊 home和block的一个导航 那这个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查看网页原代码 好 查看网页原代码 那其实你会发现啊 你会发现在这里面 好 这些完整的htm的一个代码结构啊 有 有这个sidebar 对吧 好 有这个sidebar 那也在这里 好 也有这个content 对吧 OK 好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在base里面 因为我们的指模块 指模板是从base继承过来的 所以它会把这个附模板当中的htm的结构 继承过来 同时也会把这些block继承过来 那我在指模板当中去 我在我的这个指模板当中呢 去重新的去 重在了这个block里面的内容 那我的 这个重在的这一部分呢 就会以指 指模板里面的内容来显示 而没有重在的像这个sidebar 那它依然会以附模板当中的这个内容来显示 对吧 当然你如果是觉得这个sidebar 你也想给它重新的去处理一下 对吧 重新的显示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显示成你自己想要的一个内容 显示成这样子 那你可以把这一部分重在过来 重在过来之后 你重新再去刷新 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也变成你指模板的内容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网站当中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有的模块 去全部的把它通过这个继承 或者是包含的方式去独立出来 然后可以去大大的减少一个冗余代码 冗余代码 好 这是这几个标签 这是这几个标签 OK 然后这里呢 是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的话呢 就是包含和继承的时候 可以把一些公用的网页 模块独立出来 以减少这个代码的冗余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模板里面如果是使用一个tons的话 这个标签它必须是在 指模板当中的第一句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个代码的第一句 否则的话呢 模板是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 好 通常 通常的话 尽可能模板里面的这个block 就是副模板当中的这个block 你定义的越细越好 好 但是呢 指模板不必 就是所有的这个block都去覆盖 对吧 有有 你有针对性的去选择覆盖就可以了 好 第四个呢 如果你需要得到副模板当中的内容 好 然后这个block super的这个变量 可以帮你去完成 好 好 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比如说我们副模板当中的 好 比如说 呃 比如说这个吧 嗯 比如说这个 好 比如说这 假设我以这个 这个来 来讲 好 title的这个block 那title的这个block的话呢 在副模板当中 好 在副模板当中 那他的这个block里面的内容呢 是 一串英文 对不对 是一串英文 如果说这串英文 我希望在副模板当中也用到的话 我可以通过block super去把它调用到啊 就是我可以在指模板当中 比如说 把这个变量给它调用到 那可以是block block 点 super 好 我可以这样子去定义 好 这样子定义啊 这样定义 那定义之后的话呢 这个block super就会把副模板当中的这个 这个内容呢 获取到啊 同时呢 这里面的内容我也可以去修改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他原有的这个title是这样子的 对吧 原有这个title是这样子的 好 我现在加了block super的话 那看一下 那是不是把副类的这个 副类的这个block里面的内容也获取到了 对不对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需要在指模板当中 也用副模板当中的这个内容 好 这个block里面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 ok 好 这是这个 然后第五一个呢 就是不能在同一个模板里面 去定义多个同名的block 啊 就是你的那个block同名了的话呢 他没有办法去 就是在继承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判断 他到底是要去覆盖哪个block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的话呢 应该非常容易理解啊 ok 好 这是关于包含和继承 包含和继承 当然我们主要是让大家去了解了 包含和继承的一些使用的方法和语法 那使用的场景的话呢 也给大家去简单的提了一下 大家在后面的这个课程里面啊 会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啊 就是在 我录制的那个Jungle的个人博客 系统开发的那个课程里面啊 里面就会 针对于博客的那个网站去做一个模板的包含和继承的规划 那他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更加的明显啊 更加的好理解 所以到时候大家看到内里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ok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模板包含和继承的内容 那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